民費方面來說 回落是正常的 因為現在美國人面對現實開始找工作 以前為什麼運費這麼高呢 因為有工作沒有人做 大家拿了拜登的補貼之後 去炒一下比特幣 其實人們就發現 這些錢 原來easy money 很容易回來 變成根本不用做 每個人都在家裡炒東西就可以了 通常大牛市都是有這樣的現象 香港都有見過 所以不是奇怪 但是現在大家離地已經到地下了 甚至乎落了地底了 已經變成熊市了 所以變成大家開始找工作了 變相對於碼頭方面的情況 其實都開始暢順的時候 本身之前升了那麼多的航運費用 應該下來是合情合理的 我個人個人覺得 其實航運股都炒了一年多兩年 很多股份一般炒年多兩年差不多 所以其實現在已經是水美了 變成盡管他們本身PE還是很低 但預期它方面來說 今年的盈利增長如果是316方面 都有2成6的 但是明年方面要預算倒退4成6的 所以變成了我覺得水美了 如果有貨的朋友 就用了50天線 今天已經穿了 你用了50天線 作為一個指責位 因為之前升了那麼多 我估計應該不是今個月才買的 所以變成你可以用一個指責位 用214.7的位置作為一個指責位 如果那個位置方面來說 如果今天方面搜不到的話 你就走了 如果今天方面搜到的 你就繼續拿著它 但是我覺得搜不到的機會都很高的 所以變成有領袖未準備 下午3.9的時候 就看定價格 看看是否需要下定 其實本身要賺到才有的 變成它可不可以撐到這麼高的息 其實大家都會在未來密切留意 變成賺息時價 始終其實都是一句 本身上半年如果是升得多的股份 很多時在這些份積上處的時間 有些人會鎖定利潤 其實都有一個匯調壓力 未來方面我覺得 現在最始終都是危險一些 其實在說 因為在說 除非你很看好全球經濟 很看好航運 接著又覺得它的價錢 即是那些波羅的核乾燒火指數的價錢 其實那樣都可以頂得住油價上升 因為它們都是用油的而已 在說 就要頂得住油價上升 其實你幾樣東西都要協調回 但是始終一隻股票 如果看過往歷史很多時候炒板塊 炒一兩年左右就完結了 炒了一整兩年 那變成真是水美 還有在說 後尾那一刻 拉上去好像牛衫那樣 所以我始終覺得是少少保留 說 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就做好自虧了 如果大家設好10%就10% 無謂賺它10多個%價 即是息 其實反過來又虧給它 無謂 還有說 下一轉派息都軟的了 其實因為很多都除淨了 其實在說 甚至是息都排了 如果316的話 其實6月28日就會派息 其實現在已經是來的了 已經是5月25日就除淨了 那你下次派息 通常它就在說 本身一般都是去到3月或8月 那你等8月的水 如果是的話 但是等不等得過 如果8月的水 又要等到9月除淨 就是10月才派息 有些人可能出去走兩轉 再回來再來過 所以誰來講 我覺得都是 少許高高的 說到就新錢目為加進去 夠錢方面 看著今天條50天線 會否失去 如果失去的話 就自賺了它 在這裏有些人可能會失去 ETNET 專業版HV2股票報價系統 幫你洞息大局 捕捉投資先機 即刻申請啦